第461章 兵临城下 地主 主人 赵云暗乡三人 面色齐齐大便 白衣男子的恐怖 他们一清二楚 若这一击真的轰出 赵放必死无疑 就算是大罗神仙 也就不下来 你 放了少爷 否则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跟你走 子善交集 目中闪烁冰冷道 白衣男子不为所动 我这个人 最讨厌威胁 而且 你也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主长快速落下 眼看距离照放脑袋 不足一尺 冰河时代 冰冷仿如来自九幽地狱的声音 漠然在白衣男子 在这片令人为知绝望的空间中传出 紧接着动彻心扉 甚至连血液骨髓都能冻结的冰冷 自照放身体内扩散而出 这是 白衣男子起初并未在意 他不相信 一个蝼蚁能够伤害到自己 可当那极致的冰寒 笼罩住身体的一刻 白衣男子心中 罕见的涌出一丝不安 只等千丈寒冰出现 将他彻底冻结在寒冰之中 照放大喘着粗气 额头低血 暗眯着双眼 冷冷看着白衣男子 他脸上没有丝毫的轻松 这是第二次施展冰河时代 第一次冰河时代的惊艳与恐怖 他至今历历在目 但如今 随着修为提升 他对冰河时代信心 反而并不如对付血液大地那般强烈 他深知道 眼前白衣男子的恐怖 哪怕自己施展出冰河时代 也不一定能困杀此人 但无数正在观战的众人 却是被眼前这突然出现的千丈冰川给惊住了 他们眼中 亦有震动之色闪烁 这其中 慕容坚等在血液帝国 见识过冰河时代的老人 此刻亦是难掩神色之震撼 他们可是清楚记得 当初强势滔天的血液大地 就是被这一招 彻底粉碎 身体元神 彻底崩碎 连个渣子都不剩下 他们相信 眼前白衣男子的下场 势必也会如此 但就在他们这般想着之际 咔嚓 一道清脆 宛如惊雷般的声音 陡然在所有人耳边响起 使得他们的目光 瞬间看向千丈冰川正中心的白衣男子 以及此善 但见那白衣男子身前的冰川 出现了一道极为细小的裂缝 这裂缝虽小 却是不断扩大 眨眼间 变化作拇指粗细 照放面露犹豫 冰河时代至此 已经施展出了一半 最后且也是最强部分 便是将千丈冰川碾碎 一旦冰川碾碎 其内的敌人 也难逃被碾碎之下场 若里面只是白衣男子一人 照放自己毫不犹豫 便引发杀招 可这次的冰川 除了白衣男子 还有紫善 以及千丈边缘处的赵云点为暗箱三人 一旦引爆 白衣男子会不会死 他不确定 他只知道 紫善一定会死 连带着赵云三人甚至也有可能重伤 这种结果 明显不是他想要的 咔嚓 裂缝越来越大 仅仅是三细的功夫 那细小的裂缝 已然扩大到手臂粗细 且还在不断地扩大 照放目光闪烁 面上的犹豫之色 历时消散 他从清风界中 取出剩余的两粒附生丹 将其封在体内 一旦遭遇生死危机 只要他心念一动 此丹的药效 便可发挥 做完这些 他面色冷漠 目光坚定地看向白衣男子 轰 一道爆响传出 白衣男子的身影 自千里冰川中冲出 但却没有靠近照放 反而急速向后暴退 在看向照放之际 其目光闪烁悠悠寒芒的同时 亦有一丝忌惮弹弥漫 也正是如此 出于杀手的本能 他并未继续靠近照放 将其避杀 而是退走 让自己从危险状态中脱离 照放眼中闪过一丝遗憾 在白衣男子冲出冰川的瞬间 照放手掌一挥 笼罩助赵云三人的冰川历时崩碎 三人脱困 脱困后的三人 身形一动 分别冲向三个方位 与照放分立四方 将白衣男子围在中间 白衣男子并不在意 场上 他唯一忌惮弹的 只有照放 准确的来说 是照放施展的冰河时代 饺子 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武技 白衣男子眯着双眼 冷声问道 刚才他着急慌忙地逃跑 为来极细想 此刻回过神来 历时发现了端倪 区区八星五圣 施展出的武技 竟能威胁到我这个虚无尽存在 那到武技 少说也应该是上品神迹 不对 上品神迹我也见过 零有如此威力 莫不成 绝品神迹 想到此处 白衣男子的心脏 砰砰急速急速跳动起来 即便以他如今心境修为 这绝品神迹 对其而言 也是一个天大的诱惑 真没有想到 光与这种小地方 不但有地域星光体 还有绝品神迹 看来 这是上天在助我 一旦修炼了此绝品神迹 整个地狱除了石垫炎罗 谁还会是我的对手 白衣男子越想越兴奋 到了最后 齐看向赵放的目光 已从先前的蝼蚁般的冷漠 变成宝山般的疯狂 不过 刚才的冰河时代带给他的危险 令他历历在目 他不确定 赵放还能不能施展出冰河时代 也不确定 赵放万一很下心 不要美人 再度施展冰河时代 自己如何躲闪 抱着这种犹疑 白衣男子站在原地 久久没有动弹 赵放目光渐去冰冷 嘴角银有冷笑浮现 以他的心智 见到白衣男子如此模样后 已然将其心思猜中大半 想要我的仙术 却又不敢来夺 如此心性 就算你是超越武神的强者 我也不惧 冷笑之际 赵放正要一步踏出 东东 陈武帝国都城万里外 陡然传出震天的古声 这古声内 蕴含着无尽的肃杀与战役 在古声弥漫而来的同时 地动山摇 恍如末日地震来临 赵放转身之际 便看到极远之处 旗帜飘扬 甲昼如海 带着滔天的煞气 向着神武帝国都城所在位置踏步而来 与此同时 赵放小儿 你是强凌弱 为祸一方 日 我三国联军至此 是要诛杀你这乱臣贼子 第462章战神史 浩荡且充满正气的声音 自那片甲州海洋中传出 历时 令赵放表情威正 不光是他 那白衣男子义是如此 尤其是在察觉到 那庞大军队中 有几个隐藏的强者后 其嘴角忽然露出一丝笑意 一个踏虚初七 五个武神大圆满 十八武神 泽泽 这阵容 应该能将这小子绞杀了 不管你还有什么底牌 就先让这群家伙替我试试你的底细 冷笑之际 白衣男子身形一闪 凭空消失 连气息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但赵放 却是目光冰寒 冷冷注视着一处 他隐约觉察到 那里 便是白衣男子裹鞋子善所在之处 你会为此刻的决定后悔的 赵放心中猛笑 不再理会白衣男子 他知道 对方在见识到冰河时代后 必然不会轻易离开 地主 是大敌 赵云三人闪身出现赵放身侧 凝目看向远处 审声道 不管如何 我们一定会胜 包括 赵放再度瞥了眼白衣男子藏身之处 随后 赵放望着暗香 暗月怎么样 快 快要被我说服了 暗香犹豫了下说道 见状 赵放立时明白 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等下把他交给我 而后 他看着赵云 传令 全军出击 决战黄城外白里处 说话间 他便带着暗香点为二人率先离开 随着逐渐靠近 对方大军散发冷肃于铁血气息 例如海水般铺天盖地压来这些 赵放本不在意 他唯一心惊的是 在这起码数百万的大军中 他感受到了近二十股恐怖力量 其中 有五人气息不逊色赵云点为暗香 还有一人 实力之恐怖 比之赵云 还要胜出一筹 果然来了 赵放轻叹 语气中并未有多少震惊 他早就猜测 自己连下两镜 又散发出造神这般令所有势力心惊的事情 势必触及那些隐藏家族的底线 他们派出强者对付自己 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 赵放没有想到的是 心性高傲的隐私势力 居然会与其他三镜联手对付自己 这般的重视 倒是让赵放有些始料未及 好多强者 点为目光一凝 也是感受到了对方军阵中强者的气息 惊叹之后 眼中却是有着浓浓战役奔涌 像是一尊战魔 而暗香则是眉头微皱 视而看向赵放的目光 引带几分担忧 眼下大军 少说也有三百万之众 扑枪开来 几乎将整个皇城外围 全部笼罩 密密麻麻 恍若蝗虫 如此声势 若是普通之战 早就奠定圣机 但眼下之战 人数并不是决胜的关键 这三百万大军 从其鲜明的旗帜上 可以看出 分别来自三个地方 事实上 也的确如此 在中间百万大军最前方 有着一道百丈高的大道 此道由一名武尊支持 百名武宗扛道 大道飘扬之际 上面只有四个大字 东墓帝国 东墓帝国左边 则是一身皇甲 宛如无尽黄沙组成的大军 在大军最前方 同样处立着一杆大道 西域帝国 东墓帝国右边 则是一片灰色的海洋 大军最前方的大道上 同样有四个大字 南疆帝国 都来齐了 照放微微眯眼 除却北陵境的血域帝国 以及中陵境元中陵帝国外 剩余三境三大帝国 悉数到齐 除此之外 在三百万大军最后方 还有近百股旗帜不一 但明显是出身宗门的势力 赫然是来自三大境的宗门势力 能参与如此大战 这些势力大都是八等上品 或者是准七等势力 总之 眼前这浩大一幕 若是普通武圣看到 估计会立刻吓死 阵仗太惊人了 就算是不开战 也能给人造成极强的威慑 你就是照放 就在照放打亮着眼前恐怖阵容之际 大军深处 有一道傲然且带着几分慵懒的气息传出 随着声音响起 踪踪踪 时数到流光 自数百万大军中冲出 当先一人 是一名面色巨傲 身穿金甲的青年男子 在看到此人瞬间 照放目光一明 他在金甲青年身上 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金甲青年的气息 赫然超越了武神 尽管比不上白衣男子 但依旧恐怖 而且 此人相貌极为年轻 眼中亦没有苍苍浮现 看得出来 这男子修炼时日不长 如此年轻 且拥有如此恐怖修为 此人的身份 立刻呼之欲出 次大隐世势力 照放心中一臣 目光越过金甲青年 早向他身后众人 越看越是心经 金甲青年身后 刻然有五人 拥有者武神大圆满气息 剩余十数人 虽说不是武神大圆满 但也都是武神后期 阵容 可谓是完全碾压赵放这方 赵放心情更加阴沉 目光转动间 握在为首金甲青年身上 略以拱手 问道 敢问阁下是四大隐藏势力中哪一家 荒域最强势力 并为五大帝国 也不是五大准六等势力 真正主宰荒域的 是四个隐世家族 传闻 这四个家族 万年前便已存在 四大家族拥有超越武神境界的存在 是荒域真正的巨无霸 五大帝国的更替交换 都要经过四大家族的统一 你竟然知道四大隐藏势力 金甲青年威正 全集笑了起来 眼力不错 本少的确来自四大隐世势力中的战神殿 战神使 林轩 战神使 照放目光微眯 敢问战神使大人来此何为 交出神级单方 跟我回战神殿 交代你的来历 若我离开 神武帝国怎么办 神武帝国 不经过四大隐世势力同意而成立的帝国 就是违法势力 在我印象中 主宰钟灵境的 是钟灵帝国 而不是从未听过的神武帝国 林轩冷笑 话语中充满了嘲讽的味道 第463章 不在沉默中死亡 现在 你只有一个机会 缴械 投降 成为本少战奴 可保全性命 林轩鼻孔朝天 脸上闪现出目空一切的表情 找死 点为最先忍耐不住 冷哼之际 踏步而出 他奶奶的小白脸 就你这狗屁模样 有什么资格让地主臣服 臣服你妹啊 看劳资劈死你 林轩面无表情 眼中却是明漫着浓浓嘲讽 就在点为将要临近之际 林轩身后五人中 冲出一人 骑士灵力 迎击点为 两人顿时站在一处 交手碰撞的刹那 顿有恐怖波动扩散而出 那波动之强 便是赵芳也忍不住退后数步 而林轩在面对那尽力袭来之际 却是冷笑一声 单手一扶 那恐怖的气势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好像被一双争獰肆虐的凶兽 被一只大手死死按住 最终捏爆 殷消云散一般 与此同时 林轩再度出手 力量奔涌而出 恍若滔滔大合 顿把还在激战中的点为 以及另一名武神大圆满强者 强行挥出百里外 那模样 极为轻松血液 就好像驱赶的不是两个武神大圆满的巅峰强者 而是两只蚂蚁一般 这一幕 看得照放目光发尘 林轩所拥有的绝对不是武神的实力 而是超越了武神 若非如此 强悍如点为 也不会在其面前 毫无反手之力 武神之上 照放神色感慨 颇为复杂 虽说 以他的才情 早晚会踏入那个层次 但他却是怎么也没料到 那个层次的强者 会这么快出现 给你实习考虑 林轩神色默然 说话间 便开始倒数 十 照放目光闪动 心念电闪 疯狂的思索着对策 只有如此了 眨眼 照放有了决定 火力全开 站 照放目中坚定 暗箱 随我杀 照放低喝尖 脚踏缩地成寸 身形一晃 却是冲入敌阵之中 爆 爆 爆 照放轻喝 一头头武圣僵尸自爆 产生的庞大冲击力 瞬间弥漫开来 在瞬间引爆近百头武圣僵尸后 那叠加的自爆之力之恐怖 便是武神也不敢靠近太近 砰砰砰 功名声震耳 均容整齐的三百万大军 在这股威势之下 瞬间被轰出一道口子 而且 爆破还在继续 三百头 照放眼路疯狂 既然要站 那就站个痛快 空梦 天空爆炸所产生的光芒 比太阳还要耀眼 在不少人下意识闭上双眼之际 那太阳光芒骤然爆开 三百五圣其其自爆 其威力 便是武神也能粉碎 在那些武神疯狂退后的同时 三百万大军 有十万之一 被这股恐怖力量弥漫 在这股力量爆开之际 顿时造成无边杀念 照放面无表情 单手一挥 数千灵兽军团齐齐冲出 与此同时 他本人 也如同风魔般 冲出敌阵 时迈神剑闪烁之际 收割着一条条生命 这一幕 发生得极快 堪称电光火石 等到照放杀入敌军阵营 林轩也只是数到期而已 困兽游斗 林轩扫了眼 已然有些疯狂的照放 眼中露出一丝轻蔑 还以为能开创神武帝国的人物 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肖雄 没想到 只是一个莽夫 话是如此 他的倒数 依旧在继续 四周 更有痛苦的惨叫声响起 但林轩的表情 从始至终 都很平静 都很淡然 好像眼前的一切 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他只是盯着那在万军丛中 来回厮杀的照放 眼中的感兴趣之色 越发浓郁起来 六五神 一定要踏入五神 照放心情迫切 白衣男子那句不入五神 便是蝼蚁 深深的刺激到了他 尽管他也知道 哪怕他晋升五神 也不一定能扭转眼前战局 可不入五神 不用白衣男子出手 光是眼前战神殿战神使灵轩 便能置他于死地 一旦踏入五神 十死无生的局面 便会出现一丝机会 所以 照放疯狂的屠杀 就是想要升级 可他越是急迫 想踏入五神之境 便越是艰难 数千灵兽疯狂厮杀 短期内 只是让他惊艳进度调 如蜗牛般 向前爬了一步 照着这样下去 实习过后 想要踏入五神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吼 天空传来句吼 一道充斥着疯狂暴虐气息的 异兽虚影 出现在半空 嗯 这是 林轩目光一鸣 看了过去 与此同时 那异兽虚影一掌拍下 顿把一名武神大员满墙者打的吐血 瞬间落入下风 林轩面色发沉 不等他吩咐 其身后直接冲出三人 君是五神大圆满 拜着滔天的杀意 杀相点为 哈哈得好 看老子如何将你们全部斩杀 点为哈哈大笑 声音中充满了豪迈雄壮之事 没有半分的怯懦 羞 破空声响起 一道枪忙冲入场中 却是直奔点为所在战场而去 却是已经安排好大军的赵云 安心照放安慰 急忙赶来 刚依靠近 便感觉到点为气势拥异 冲了过去 Ateva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林轩阵营中 那最先冲出 刚被点为击伤 还未喘息片刻的武神大员满墙者 历史被一枪爆头 原神慌慌张张地逃奔而出 废物 林轩的面色 在看到那原神之际 骤然阴沉下来 少少爷 那武神大员满墙者脸露恐惧 话还未说完 其原神便被林轩抓住 而后在对方惊恐的叫声中 突然化作碎末消散 这一幕 看得林轩身后 仅剩的两名武神大员满墙者 心中溺涵 但脸上 却没有丝毫的异样 显然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 你们 一起上 将此二人活捉 这两人战役冲销 是难得的战奴人选 若是无法抓住 你们就全部去死 林轩声音冰冷 是 少爷 历时 林轩身后两名武神大员满墙者 以及其他十数名武神后期强者 均是公身音呵 化作十数道流光 中路点为赵云所在区域 一时间 两人情势不妙 第464章便在沉默中爆发 五 在众人冲出之际 林轩目光再度落在赵放身上 但莫开口 他并不在意赵云点为所在战场 四名武神大员满墙者 以及十数名武神后期强者联手 别说是两个同阶强者 第13个 也能拿下 更何况 在他的感知中 赵云点为二人 并不在巅峰状态 就好像 刚刚受伤不久 赵放察觉到这一幕 目光一拧 暗箱 留下暗月 你去帮助点为二人 说话间 他手中多出一张卡片 目光冷然看向不远处混乱的区域 暗箱没有犹豫 心神一动 虚空裂开一道缝隙 暗箱看手一抓 将至深其中的暗月抓了出来 与此同时 赵放手中卡片闪烁悠悠光芒 直接笼罩住暗箱 换位 随着赵放一声低喝 包裹暗箱的光芒 骤然一凝 暗箱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留在原地的 只有一脸发猛 但很快便面露杀意的暗月 正所谓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暗月看到赵放 顿时想到杀戮酒馆被灭之时 眼中寒芒闪烁之际 身形一晃间 便要冲向赵放 但就在这时 暗月身形一颤 后背有阵阵恐怖之力传出 他转身之际 杀神笔瞬间脱手 向着身后之人杀去 同一时刻 有冰冷声音 自身后传来 沿冰斩 暗月听出来 这是赵放声音 心神一颤 嘴角露出苦涩 暗叹 竟把他给忘了 难道 我就要葬身于此 但出乎他的预料 身后那蕴含着 冰火之力的强大攻击 并非是冲他而来 而是冲向他对面 那刚显现 却一脸猛逼的 武神大员满强者而去 那武神大员满强者 尚未反应过来 便觉察到 一道危险的气息 正迅速破镜 他脸色大变 但此刻 那危险光芒距离太近 他已然没有 多余的反应时机 下意识鼓动全身真力 想要接下这一击 扑吃 寒芒闪烁之际 却是直接刺破 那武神大员满强者复兴 深深没入其中 这怎么可能 在剧痛中 那名武神大员满强者 脸上仍有震惊之色闪动 这是什么匕首 竟然能轻易动穿我的防御 点 如果他知道 暗月的沙神笔 曾连杀两名同阶强者后 估计就不会这么震惊了 但这只是开始 在沙神笔没入武神大员满强者体内瞬间 阎兵斩如约而至 麒麟力气狂暴的攻势 好巧不巧地轰击沙神笔所在之处 扑吃 沙神笔被阎兵斩之力催动 深深刺入武神大员满强者体内 历时让他脸色苍白 身形酿呛退后之际 口中更有大片鲜血喷出 若是平时 阎兵斩的威力 自然无法威胁到武神大员满强者 但照放此次 却是有些取巧 简单来说 就是神捕刀 严兵斩并未直接攻击那武神大员满强者 而是攻击在沙神笔上 借此 重创那武神大员满强者 这一幕 几乎是眨眼之间 等到那武神大员满强者缓过神之际 他体内便多出一把沙神笔 状态更是由巅峰 华智重创 这一变化 顿时惹得这名武神大员满强者 惊怒不已 惊的是 那笔手之锋利 以及二人的配合 怒的是 自己堂堂武神大员满强者 竟被小辈偷袭重创 若两人都是八星武神 也就算了 偏偏其中一人 连武神都不是 只是八星武圣 如此巨大的差距 却给自己带来这般重创 这令这名武神大员满强者 感受到了无比的羞怒 你们 该死 那武神大员满强者怒吼之际 便直接杀向对他威胁最大的暗月 暗月翘脸煞白 毫不犹豫 便想着虚空盾去 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是武神大员满强者的对手 哪怕他曾经也是武神大员满 但失去了杀神笔 他实力锐减 想逃 不可能 武神大员满强者探手一抓 滚滚真力弥漫之际 暗月所逃入之虚空 历时被一股距离加持 变得坚硬无比 令他极难破入虚空中顿走 同一时间 有真力巨长呼啸而来 直接抓住暗月 就要生生捏爆 舍身摸拳 赵放尘喝之际又全轰出 却不是轰击那武神大员满强者 而是轰击他真力幻化的剧长 哼 真力剧长瞬间崩碎一脚 暗月身影从其中掉落 你如果不想死 就与我合力斩杀此人 冰冷的声音 在暗月落下之际 轰轰传来 暗月扫了赵放一眼 目光极为阴寒 他恨死了赵放 若非赵放之前算计于他 他又怎么可能 被这武神大员满强者盯上 半旋即 他目光再度看向那武神大员满强者 掩路杀意 正如赵放所言 若不将眼前之人轰杀 他连逃的地方也没有 绿意咬牙 暗月身形化作鬼魅 却是轻刻间冲出 直奔那武神大员满强者而去 在临近的刹那 其身影陡然消失 武神大员满强者冷哼 猛地转身 轰向身后虚空 舍身摸拳 赵放目光一闪 却是向着武神大员满强者正面轰击而去 那武神大员满强者 却是离也不离 直接奔向暗月杀去 砰砰 恐怖的交手余波响起 赵放的舍身摩拳 一时毫无抵挡的轰击 在那武神大员满强者后背之上 但就是这微不足道的一拳 却让那武神强者一个亮枪 险些扑道 因为这一拳蕴含力量之强 几乎能单手擎天 他肺腑被这一击几乎错位 更令他惊惧的是 那原本没入他体内的杀神笔 在这一击之下 生生在其肺腑搅动 几乎将他内腑全部破坏 阿姆梯的武神大员满强者 张口喷雪 神色极为阴沉 转身之际 其冰冷的目光 却是直勾勾的钉向照放 小砸碎 劳资要杀了你 话音刚落 此一道阴冷恍若鬼魅的声音 好像在那名武神大员满强者耳边响起 他身形一顿 紧接着 像是感应到什么 通体有黑 体内弥漫着剧毒的气息 比 匕首有毒 第465章武神 武神 匕首有毒 武神大员满强者私生叫道 口中鲜血狂喷 就连他那一直保持着愤怒狂躁的面容 此刻也露出一丝极深的恐惧 他怎么也没料到 那匕首中 净瘁有剧毒 此毒短期内 应该不会发作 但刚才连番打斗 却加速了毒素的扩散 如今 剧痛几乎扩散到了心脉边缘 再继续纠缠下去 他必死无疑 讲到这里 此人毫不犹豫 直接转身就逃 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威风 留下吧 暗月目光闪动 却是扑了上去 正所谓 趁你病 要你命 这向来都是杀手的刑事准则 再有就是自己的杀神笔 还在此人身上 他要取出来 毕竟 这杀神笔的锻造 并非寻常 若是失去之后 他的实力 会大幅度降低 滚开 那五神大圆满强者大怒 却是不与暗月纠缠 暗月岂能遂他心意 利用身法 不停地与此人游斗 生生将他体内的剧毒 拖到扩散至心脉中 我要杀了你 那五神大圆满强者感应到了死神的召唤 愤怒之余 却是爆发出了此生最为强劲的杀招 要解决暗月 暗月大惊 没有想到 此人身中剧毒 竟还有如此恐怖实力 但刚才他缠斗此人之时 贴得太近 骤然遭遇反扑 却是连躲闪之击都没有 只能被动硬抗 砰砰 恐怖爆炸波动 自两人交手出传出 暗月被此人一击轰的身形急速倒退 轰然撞入数百战外的山脉之中 而那名武神大圆满强者 也在这一击之下 身形亮呛 眼中更有死灰涌现 小九 金蟒 出击 照放目光一闪 直接召唤出九头狮子 火灵金蟒 同时对着那武神大圆满 展开最后疯狂的冲杀 此人经过刚才的疯狂爆发 体内早已被剧毒侵占 一时都有些模糊 身体摇晃间 轰然倒地 明明看到照放杀来 却是没有丝毫的反抗 斩 严冰斩天刀带起的冰火之力 轰然而出 生生将这名武神大圆满强者 头颅斩落 丁 恭喜玩家照放 击杀 装引号点点 丁 玩家照放升级 目前修为九星武圣 听到这个声音 照放面无表情 又进了一步 话虽如此 他也知道 想要迈出这最后一步 实非易事 三 林轩默然的声音 再度传出 照放目光一明 却是看向林轩 三星时间 对于普通人而言 极为短暂 但对于武圣强者而言 却是能决定很多事情 不过 想在这三星之内 从九星武圣 破入武神 明显有些不太可能 你好像 已经前驴技穷了 林轩默然说道 你是现在臣服 还是等着被我抹杀 照放却是不语 身形移动间 直接向着三百万大军 身处冲去 惊艳 惊艳 我要惊艳 十脉神剑 疯狂的爆发 照放的惊艳 也在此刻 飞速的提升 但就在这时 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 笼罩住照放 照放心中一寒 他知道 林轩对他出手了 赤血铠甲 照放低喝 同一时间 手握炎冰斩天刀 斩向林轩 面对照放 斩露出的灵力杀意 林轩却是冷冷一笑 嘴角更是有戏血之色涌现 他没有躲闪 而是直接迎向照放 轰出一拳 这一拳蕴含了天地之理 蕴含了大道法则 一拳轰出 所有力量 都在此退避 咔嚓 炎冰斩天刀 直接被这一拳轰击成了碎片 同时碎裂的 还有照放身上的赤血铠甲 怕的一声 赤血铠甲四分五裂 全部碎落 连有半点遗留 照放本人 更是被这股全力冲击 扑的一声 喷出大口大口鲜血 身体抛飞 生机萎靡 像是被夺了生机一样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林轩副手 神色巨傲 照放紧咬牙关 身体的剧痛以及粉碎感 令他有肿要崩溃的感觉 他此刻所能以为支柱的 只有脑海中那钉钉不断响起的声音 你是什么境界 照放艰难起身 盯着林轩 私生问道 他可以肯定以及确定 林轩此刻的修为 绝非五神大圆满 踏虚 林轩神色巨傲 漠然道 踏虚 五神之上第一个境界 进入此境 肉身强度暴增 单凭肉身之力 便可踏碎虚空 遨游星空 不单单是肉身吧 照放眯起双眼 体会着林轩刚才一拳中蕴含的事 在那古事中 还有一股极为纯粹且强大的力量 真力与其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也正是因为林轩肉身于体内神秘力量的双重攻击 才使得 他的赤血铠甲瞬间暴碎 身体重伤 几乎死掉 嗯 你竟然能够看出来 林轩惊讶 眼中闪烁奇异之芒 不错 进入他虚后 就等于打通体内的天地之桥 不仅肉身增强 真力也发生蜕变 成为原力 你刚才也感受到了 那一拳中 我只是动用一丝原力 若是我想要杀你 弹指便可斩杀 林轩傲气凌云 笑容中弥漫着滔天的奥义 原力 踏虚 照放目光一鸣 好了 你拖延了这么多的时间 也该说出真正的决定了 是臣服 还是死 林轩默然望着照放 能告诉我 你是踏虚己心 林轩神色巨傲 一心踏虚 我知道了 照放嘴角忽然露出一丝笑意 你知道什么 林轩目光一沉 照放着笑容 令他感受到一股轻蔑与羞辱 冷哼之际 眼中杀鸡抱起 区区踏虚一心 就想让我臣服 你未免太过高看自己了 照放话音落下的同时 其嘴角有着阴寒杀意弥漫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真正的实力吧 不自量力 就凭你八星五圣 顶破天 也就是半神实力 能有什么真正 话为说完 照放身上顿有强大气势冲销而起 那气势之强 已然超越了五圣 达到了五神层次 第一 第466章套装属性爆表 第一 恭喜玩家照放升级 目前修为一星五神 在这声音响起的刹那 照放眉心之处 那灵体小人模样 越发清晰 透着一股难言的神韵 盪博的力量贯通身体的瞬间 真的照放一袍荡起 口中发出类似某种野兽般的低吼 轰 照放身体传出轰然如雷鸣的声音 以他中心 荡起一道道力量波纹 波纹旋转之际 有真力漩涡涌现 扩散方圆百丈 百丈范围内 但凡被裹入漩涡之人 还未来的急挣扎 便被漩涡外泄的力量 绞杀成渣 五神 林轩目光一明 神色有些古怪 他刚刚的气息 明显才八星五圣 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 便连跨两极 寄生成为五神 林轩心中 亦有一丝答案 却有些不确定 盯着照放 看了片刻 终是冷笑道 哼 五神 也只是稍强一些的楼椅罢了 不入踏虚 你我之间 便是云泥之差 地主破入五神境界了 不远处 正在与三名五神大圆满强者 以及十数名五神后期强者交战的 赵云点为暗香三人 在察觉到这一场的天地波动时 脸上均有洗衣涌现 切 只是五神而已 林轩大人只要随意 抬手间就能抹杀 有五神大圆满强者冷笑 相比起这些 你还是多关心下自己吧 金龙 在赵云低喝之际 一头金煞之龙 自龙板枪中冲出 摇头摆尾之际 化作一道夺命金芒 直奔那五神大圆满强者而去 砰砰 金煞之龙没入那强者身体 在其体内扭动之际 使得他身体中有轰轰之声传出 震颤之际 那强者内腹崩碎 剧痛令他整张脸都有些扭曲 猙獰起来 便在那五神强者发狂之际 一顶黑色匕首 悄无声息地出现 没有散发任何杀意 抹向那五神强者喉咙 与此同时 赵云长枪横扫之际 向着那五神强者眉心直辞而去 那五神强者本就受伤 如此双重杀招之下 他只是躲开了赵云的枪盲 却没躲开暗箱的抹杀 惨叫一声 倒地气绝 还有两个 赵云平静的目光 此刻一时泛着冷忧的寒忙 但凡与之接触之人 在看到这目光的刹那 均有一种敢战心惊之感 感受着体内涌动的 无比强大力量 赵云握起拳头 眼中满是凛然的战意 当然 他也清楚 哪怕自己晋升五神 想要战平静轩 也是千难万难 与你知别 赵云狂笑 那就睁大的狗眼看清楚 看本地主如何虐杀你 幻音落下之际 套装 开 在赵云解锁套装后 战神套装中的战神靴 率先冲出 化作一抹金光 缠绕住赵云双脚 神器 灵轩历史感受到 战神靴蕴寒的不凡波动 目光一明 颇有些惊讶 但却也没有怎么在意 毕竟 神器他也有 想靠一件 哪怕几件神器 也无法弥补这恍如天剑的差距 但就在这时 又有两道金光冲出 分别缠向照放腰腹 以及肩膀 三件神器 灵轩目光一明 不过如 话为说完 又有三道金光冲出 分别缠绕向照放手指与手腕 以及脖子六 六件 灵轩声音有些干涩 六件神器 即便是他 也拿不出来这么多来 他不明白 这个蝼蚁般的存在 哪里弄得这么多神器 点 然而 更让他吃惊的还是后眠 羞羞羞 又有三道金光冲出 其中两道 分别缠绕向照放头部 以及后背 另一道 则是缠绕在照放手掌处 九件 灵轩瞳孔微张 眼中透着震惊 此刻 被九件神器环绕的照放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个冉冉升起的金羊 散发璀璨金芒 在这金芒之中 还蕴含着浓浓的威压 一些稍弱的武神强者 在这股威压之下 都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 他们震惊 看向包裹住照放的那团金光石 眼中透着无法掩饰的惊骇 此时的照放 是战场的中心 是所有人瞩目的焦点 那不可思议的金光 以及金光中透出的浓浓威压 令他们颇为震惊 金光缓缓散去 露出其中一道被无尽金光充斥的身影 金色铠甲 金色头盔 金色战靴 金色披风 连特末战枪也是金色 此刻的照放 就是一尊金甲战神 林轩的金甲与照放身上这身金甲相比 简直不要太远 就像是防品与正品的差距 这差距对于心高气傲的林轩来说 不至于在他那张白皙俊俏面旁 狠狠甩上一巴掌 还是啪啪脆响的那种 林轩如何能够忍受 饺子 你这是在找死 林轩梦露杀机 身形闪动之际 直奔照放而来 他的眼中 更有浓浓的贪婪弥漫 虽然不知道 眼前家伙怎么回事 竟然一下子拿出九剑神器 但以他的眼力 一眼便看出 这九剑神器 并未是分割独立的存在 而是整体 是一套装备 一套九神器 那发挥出的威力 可不是寻常九剑神器 那么简单 这小崽子 还真是本少的宋财童子 这九剑神器 本少笑纳了 在林轩冷笑之际 丁 恭喜玩家照放 集合战神套装 攻击力增加300% 防御力增加300% 爆发力增加300% 破甲300% 听着系统传出的声音 照放眼中的战役 越发的昂扬 恭喜玩家照放 觉醒战神套装技能 战神一击 战神一击 亲近战神套装之力 幻化战神虚影 越皆秒杀对手 冷却时间 一月 看到这个介绍 照放内心激动不已 特么 这是要让劳资飞上天 跟太阳肩并肩啊 小崽子 受死吧 耳边传来林轩得意的冷笑 以及纳蕴含着他一半实力的权势 轰然向着照放碾压而来 死的人是你 照放眼中闪烁冷芒 二级狂暴 战神一击 第467张碾压 在战神套装加持状态中 照放的二级狂暴 生生将一星武神的胸围 提升到了四星 其攻击力之强 足以堪比一些六星武神 虽说如此 还不是林轩对手 但别忘了 照放最终的杀招 战神一击 越阶杀敌六神武神的照放 轻力施展出的战神一击 绝对有秒杀六星踏虚以下 修为者的实力 战神一击 随着照放话音吼出之际 战神枪毫不由欲轰出 与此同时 在照放身后 出现了一尊刀壳顶天的战神虚影 此虚影辅一出现 顿有一股磅薄的战役 席天卷地 疯狂地蔓延而来 在感受到那股气势的瞬间 即便强悍如林轩 心神瞬间被夺 振颤不已 这不可能 荒语之中 怎么还会有如此强者 林轩瞪着牛眼 双目内满是无法置信的表情 他实在无法想象 荒语之中 除了四大隐私失利外 居然还有如此强大的气势 不过 他终究不是寻常人 尽管难以接受 但心底传出的恐慌与危机 却让他毫不犹豫 动用全力防御 直到如今 他已然没有躲闪的余地 那战神虚影给他的压迫感太强 在这股气势下 他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 只能被动防御 该死 这巨大的战神虚影 肯定跟那套装有关 只有挡住这一击 我一定要把那小子撕成碎片 林轩咬牙切齿 轰 但就在这时 战神虚影挥出的战神一击 碾压苍穹 狠狠地撞在林轩身上 啪叉 林轩身前神器盾牌粉碎 他本人 也瞬间被那无尽风锐枪一贯体 在其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他的身体 骤然暴碎 化作无数血肉飘散 不光是他的肉身 就连他的元神 也没有来得及逃出 便被这股枪一粉碎 叮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踏虚敬巴斯林轩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踏虚敬巴斯林轩 获得战神吐露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踏虚敬巴斯林轩 获得虚元十一百块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踏虚敬巴斯林轩 获得神器武剑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踏虚敬巴斯林轩 获得特殊道具卡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踏虚敬巴斯林轩 获得荒域隐藏势力分布图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踏虚敬巴斯林轩 获得破神单实力 第一 玩家手杀踏虚敬巴斯 额外提升一级 第一 恭喜玩家升级 目前修为二星武神 点双引号点点 卧槽 这简直不要太爽 哈哈 爆出了这么多好东西 照放欣喜若狂 一方面 是战神一击的威力 的确很强 强如林轩之流 也是瞬间秒杀 另一方面 便是林轩爆出的东西 都特么是好东西 而且 都极为罕见 不过 没有奖励经验值 真理值是什么意思 照放略有不解 玩家斩杀也怪 已经超越了系统 目前版本所能统计的最强者 故无法计算经验值 系统冰冷声音响起 你嘛 你这样说 是不是把老子的经验给吞掉了 系统不回答 你刚才说目前的版本 难道 系统还能升级 目前只是神武系统时版本 宿主实力达到五神之计 便可启动20升级 升级后的系统 功能会更加全面 奖励会更加丰富 刚才还保持沉默的系统 再说到升级上 却是口栈莲花 活脱脱的就是一推销人员 那还说毛线 赶紧升啊 照放也被系统升级带来的好处 弄得心仰难耐 至尊币不够 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 需要20亿至尊币 去你大业 照放当即无语 升你妹 将忠灵帝国的宝库 兑换大半后 他如今道也有20亿至尊币 只是 这些至尊币 他是留着保命用的 哪里舍得给系统升级 凌轩虽死 但这虚空中 还有一尊大敌环似 什么 凌轩大人 竟然被秒杀了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竟让我看上一眼 就产生沉浮的感觉 那正在与赵云缠斗的 两名武神大员满强者 此刻 却是傻傻地望着这边 眼中透着难以置信的亥然 死 就在他们分神之际 点围三人 却是名笑冲出 疯狂地压榨着体内 最后一点力量 将眼前的两个武神大员满强者 连同剩余的六七名武神后期强者 全部一一绞杀 届时 凌轩带来的武神强者 除了一些异星武神外 其他高尖武神 全部被斩杀 不过 赵云三人也不好受 三人面色苍白如指 浑身伤口遍布 仿佛随时都会倒下一般 但点围与赵云 毕竟是沙场素僵 即便重伤 脸上也没有露出丝毫软弱 极为的平静 仿佛习以为常 点为更是不时露出一道快意的笑容 看得别人都在猜测 这家伙是不是受虐狂 凌轩一死 三大帝国的国主 却是感觉眼前一黑 尤其是战神虚影的一击 更是把他们肝胆都吓碎了 他们本以为 此次有凌轩这尊超级强者坐镇 此行必定一帆风顺 却是怎么也没想到 赵放竟然如此变态 还隐藏着这般令人惊恐的手段 完了 这下子彻底完了 他们脸露灰败之色 确实知道 失去了临轩后 他们已然无法再与赵放抗衡 哪怕三大帝国联军 超越三百万 也不行 这就是绝对实力 带来的差异 地主赵云三人 临到赵放身前 公升到赵放刚才的战神一击 不仅给敌人带来了极深的震撼与压迫 即便是他们 也是如此 辛苦了 赵放点头 你们先调养回复 剩下的交给我 捉画间 正要踏步走向白衣男子藏身之处 突然 他眉头一皱 冷哼一声 探手抓向虚空 随着其手掌收回 其上却是多了一道人影 第468章 我教你妹啊 那是一名柔媚女子身影 女子浑身时伤 翘脸苍白 其面相与暗香 略有几分相似 正是暗月 你 你想干什么 暗月神色发白 面带惊恐的看着照放 此时的暗月 经过与先前那名武神大员满强者的临死反扑 自身也受创严重 别说是武神 就算是武圣 就能要他性命 他刚才 施展秘术 顿入虚空 本想就此离开 照放击杀林轩的动静太大 令他站在当场 倒落了行踪 哼 照放轻哼之际 双眼瞳孔闪烁金芒 金芒一闪之下 直接透体而出 消失在暗月双目之内 几个呼吸后 暗月睁开双眼 看向照放之时 脸上没有丝毫的抗拒与仇恨 有的 只有如暗香一般的柔顺与恭敬 暗月 剑波主人 照放单手一挥 一道纤束金芙涌出 包裹住暗月身体 瞬间融入他的体内 在纤束金芙涌体的刹那 暗月苍白的翘脸 涌出一抹不自然的红韵 他的气息 也从原先的跌落谷底 开始急速地恢复 虽说 并不能在短期内达到巅峰 却也拥有了寻常武神的战斗力 而不是刚才那般 任人宰割 保护好他们 说话之际 照放同样将两道先束精华 打入赵云点为体内 至于暗香 他之前承受过一道 重复的话 没有半点用处 先聊伤吧 给暗香一瓶丹药后 照放摇摇看向神武帝都所在 见一道刀光恍如长虹吉池而来 其随脚力时露出几分笑意 跨步间 照放身影已然出现在数千帐外 出来吧 我知道 你没有离开 照放冷冷盯着一处虚空 那虚空毫无反应 照放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战神枪在手 摆出先前战神一击的姿态 嗡 那平静的虚空 见到照放摆出这种姿势后 不为闪烁之际 却是浮现出两道身影 再次直面白衣男子 照放心续更为震惊 即便是在此刻 已然拥有堪比六星武神战斗力的他 在面对白衣男子之际 心中也没有半点保障与信心 反而更加的凝重 好像 实力的飞跃提升 只是让他更加清晰认识到 自己与对方之间的差距一般 白衣男子认真打亮照放一眼 重点落在照放身上的战神套装之上 眼中露出一丝惊讶 你竟然能斩杀他虚境存在 有些出乎我的预料 白衣男子平静开口 不过 在我眼中 你依旧是蝼蚁 哪怕你如今进入踏虚境 在我眼中还是蝼蚁 白衣男子嘴角露出一抹冷嘲 照放心终一沉 白衣男子的话 毫无疑问在表达着一个信号 他比踏虚境的凌轩 还要厉害 莫非 他是踏虚境之上的超级存在 白衣男子嘴角带笑 似乎猜测到照放心终所想 淡淡到 踏虚境 在荒域这种蛮荒地域 算是绝世强者 但在天域 却也不过是任人宰杀的蝼蚁 踏虚境之上 是虚武境 相比起他虚的肉身横度虚空 虚武境强者 则是肉身与元神再度融合 难缠程度 十倍于踏虚境 在网上 便是百结境 律百结而不灭 才能成就帝尊之位 只有成为帝尊强者 才能在天域立足 成为一方强者 说到这里 白衣男子眼中露出一丝狂热 照放目光一鸣 白衣男子的态度 令他猜测出 白衣男子的修为 应该是在虚武境 以及百结境之间 但不管是哪一个 都是超越他如今境界 两个大阶位的超级存在 想要战胜 或者战平的几率 为灵 天域 你是自天域而来 当年 照放自黑莫处 德西五界九域的密文 也曾经听说过天域 对此并不算是陌生 按照黑莫当时所言 五界九域之中 荒域最弱 这件事 随着照放踏入五神境 也略有感触 荒域的天地法则 太薄弱了 像是经历了太多的创伤 如今已然千疮百孔 类如微卵 随时都会崩碎 这样的一个地方 已然承受不住 超越五神级别的存在 莫非 林轩所在的隐私势力 很少在荒域现身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照放目光闪动 不错 我的确来自天域 五界九域中最强的遗遇 白衣青年没有隐藏 傲然说道 我出身天域中的顶尖杀手组织 地域 依我的实力 或许抬手间 就能将你们所有人灭杀 但在地域 在荒域 我也只是秒如蝼蚁 白衣青年颇为感慨 像是想到什么往事 眼中目出一丝恨意 这恨意 当一出现 就被白衣青年掩饰 若非照放一直盯着他 根本难以觉察到 不过 你们命不好 招惹了我 而且 你身上的套装 不是你这种等级 可以拥有的 白衣青年说话间 神色恢复了冷漠 说来说去 你还是看中了 我身上这件套装啊 照放双眼微眯 目光落在对方手中 随意捏着的是神枪上 你已经抢走我一件神兵 还想抢第二件 弱者 没有资格拥有这些 白衣青年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既然我们都是你眼中的蝼蚁 你为何会对他 另眼相待 莫非是因为他的血脉 嗯 白衣青年微微一正 你竟然能看出来 看来是有些低估你了 告诉你这个将死之人 也无妨 白衣青年神色平静 指着昏迷的紫善 道 他拥有地狱星光体 这种体质 是最适合做杀手的 曾经 我地狱的第一任祖师 就是拥有这种体质 配合特殊的血脉神通 最终才能在偌大的五界 闯出惶惶声威 甚至 地狱杀手组织的名字 就是因为他的血脉命名 原来如此 照放神色复杂的看了紫善一眼 确实没有想到 这地狱星光体 竟然还有这种来历 更没有想到 这血脉体质 竟成为紫善连连遭受横祸的罪魁祸首 好了 废话说完 现在 最后问你一句 套装交不交 白衣青年声音依旧淡漠 第469章无敌秒杀 秒天秒地秒空气 照放低着头 好像是在权衡利弊 白衣青年冷眼看着 眼中不耐 逐渐显露 便在他准备开口之际 照放猛然抬头 嘴角露出一抹森冷的笑意 我教 我教你妹 找死 白衣青年眼中寒芒闪烁 幻音刚落的瞬间 他便已然出现在照放身前 轰 白衣青年的攻击手段很简单 很直白 就是纯粹的一掌拍下 但在这一掌中 照放却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他的身体 更是传出一阵阵悲悯之声 像是有些承受不住 这手掌头发的压力 小子 感受到了吗 这就是你我的差距啊 我本以为 那个他虚境的废物 能将你解决 却没想到 还是不可避免的需要自己出手啊 早知如此 我就应该杀了你 你的确应该先杀了我 因为 你错失了刚才的好机会 现在 要死的不再是我 而是你 照放目中透出无情的冰冷 其手掌 却是默然多出一张卡片 这卡片 并非人物召唤卡 而是一张特殊道具卡 正是先前 林轩爆出的那张 丁 是否使用无敌秒杀卡 会有三秒无敌时间 确认 照放毫不犹豫捏爆 卡片瞬间爆碎 其上弥漫着的道道神符封印 化作点点心芒 涌入照放体内 这一幕看似缓慢 失色不过是眨眼之间 甚至连一秒都没用到 轰 轰 照放体内 陡然传出强大的波动 像是某个沉睡于体内的太古荒兽苏醒一般 散发出可怖的气息 那气息之强 瞬间便震退了白衣青年 什么 白衣青年震惊 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帝尊 他在现如今的照放身上 感受到一股不若鱼 当年封印自己阎罗大人的气息 惊骇之下 他顾不上思考 直接撕裂虚空 就要逃走 吼 震天动地的吼声 在其欲要转身逃走的刹那 在其身后响起 大地瞬间崩溃 出现了无数道交错的裂缝 四周的山脉 也在这一吼中 直接化作鸡粉消散 便是白衣青年 在他听到这吼声的刹那 一时身形一颤 蹊跷流血 这主要是因为 吼声针对他的缘故 竟生生地将他压制在了原地 无法动弹 你 你不能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杀了他 白衣青年无法相信 刚才的蝼蚁少年 如今竟然拥有这般恐怖的气息 但体内传出的虚弱感觉 以及面对此人时 心生的危机感 令他意识到 局面 被逆转了 此 这是他此生 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幻音出口的刹那 一股神秘的力量 包裹住战神枪 向着白衣青年挟刺而来 白衣青年大害 危急关头 顾不得考虑太多 直接祭出一座 恍如山风中宝 向着战神枪狠狠压去 空谋 空谋 山风中宝明显不是凡物 可即便如此 在其接近战神枪的同时 意识被战神枪透出的凛凛锋芒 绞成粉碎 只时一息 那山风中宝 愿四分五裂 化作无数十块崩碎 而战神枪带起的枪芒 却是于事不减 一冲千丈 在白衣青年惊骇的目光中 骤然刺入其眉心 战神枪的枪尖 自白衣青年的后脑透出 与此同时 砰 白衣青年的脑袋 瞬间爆开 同样爆碎的 还有他的身体 化作倒倒雪雾 飘散于虚空中 索性 在最后的关头 照放将子善射来 才让他免于疑难 否则 凭借这能绞杀林轩的余波 足以将子善杀死无数次 在这股余波之下 虚空出现了一道极大的裂缝 整个荒芋世界 似乎也在瞬间剧烈的颤动起来 甚至 照放听到了一道道 卡擦卡擦崩坏的声音 恐怖的爆炸余波 令所有人都心神胆寒 仿佛末日降临 足足过了片刻 这波动 才缓缓的平息 但虚空中的极大裂缝 却没有如往常般 迅速的合拢 他合拢的速度很慢 就好像一个人 年老之后 机体功能大减 受伤后 再也不可能如年轻人般 拥有着极快的恢复能力 不过 这些明显不是照放此刻关注的重点 他的心神 完全被脑海中响起的声音所夺 叮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杀神圣典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他须单程号100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须五单程号50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百捷单程号10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阎罗灵符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中品神器 双雪鸣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虚言11 100万块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天狱地图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特殊道具卡一张 恭喜玩家照放 斩杀百捷径Bus 获得特殊物品 朱雀圣火 丁 玩家越接受 杀百捷径 修为额外提升三级 丁 恭喜玩家升级 目前修为五星五神 点双引号点点 听到这些 照放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身体却是向下栽落 他本身修为只是五神 在承受无敌秒杀卡带来的超强力量后 身体几乎被撑爆 若飞那股力量有灵 只是按照照放所能承受的极限贯注 否则 此刻的照放 早就被无穷力量贯体 自爆而亡了 但即便如此 他此刻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血量 以及身体状态 已然到了濒临死亡的地步 若飞刚才的升级 给他灌注了一丝能量 维系他体内不绝 照放此刻 怕也会因为身体枯竭而死 不过 他并没有丝毫的后悔 其口中 反而有肆意猖狂的笑容传出 哈哈 不愧是无敌秒杀 简直就是特么的秒天秒地秒空气 第470章战神屠戮 等到照放再度醒来 时间 距离当日大战 已然过去了半月 主人 您终于醒了 陪伴在侧的 是暗箱暗月姐妹二人 照放挣扎欲要起身 笨绝双脚处 似是有人压着 抬头看去 却见子善 正趴在床檐沉睡 其面容格外的憔悴 透着一股极深的疲累 这一幕 看得照放心中一酸 在暗月姐妹的帮扶下 照放小心翼翼的起身 没有惊动沉睡中的子善 逼后这些日子 一直守在主人身旁 日夜不昧 如今也是坚持到了极限 当睡下 要不要奴婢叫醒逼后 而相道 不用了 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吧 照放摆手 随后 她扫了眼房间 灵儿呢 灵妃在后相为主人熬药 说话间 大殿内有细碎的脚步声响起 很快 一道白衣绝美的女子 端着一碗药 缓缓来到照放所在房间 当看到苏醒后的照放 女子神色一正 旋即 脸上露出浓浓的喜色 直接丢开汤药 扑在照放怀里 轻气道 你终于醒来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会醒来了呢 听着男公灵声音中透着的柔弱与悲伤 照放心中一疼 摸了摸男公灵的秀发 轻声道 傻丫头 想什么呢 就这点伤势 怎么可能打倒我 男公灵扑来的动作太过剧烈 导致刚睡下的子善 此刻一时睁开了双眼 当看到照放之际 紫善迷蒙体内的双眼 却是有着水无弥漫 健壮 赵放将其揽入怀中 轻声安慰到 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很快 照放苏醒的消息 在整个神武帝国传来 刹那间 赵云 赵正风等人 第一时间赶来 确认消息 在看到赵放苏醒后 这些人明显大输了一口气 随后 由赵云开口 告诉了赵放 在其昏迷后 神武帝国的发展 出乎赵放预料的是 当日的三国联军 在看到赵放击杀百亿青年后 便不战自会 在赵云以雷霆手段 击杀三国大帝后 其余人等 却是连半点抗争的心思都没有 直接倒头纳想了 如今 经过赵云点为刀弄高波等人的整顿 已经编排出百万大军 这百万大军 皆是以一党百的好手 凶为大部分在武王层次 有司成的将士 则是跨入了武宗 至此 三大帝国 也是名存实亡 除此以外 最令他们诧异的是 光御四大隐士势力的态度 在林轩死后 他们竟然没有丝毫的动作 好像对此事并不知晓一般 赵放听到这些后 表情平淡 至于四大隐士势力的反应 他并不感觉意外 当日占地狱百亿青年的声势 极为浩大 他不相信 四大隐士势力没有半点察觉 在如此强者都被自己斩杀 他们还有什么胆量 赶来与自己叫板 带到众人退下 赵放又把紫善男公灵圈回休息后 便留暗香姐妹 守护四周 而他 却是打开当日斩杀所获的宝物 一一查看 首先查看的 是战神使灵宣宣宣爆出的东西 战神图路 虚源是100块 神奇五件 特殊道具卡 无敌秒杀卡 荒域隐藏势力分布图 破神单 其中 无敌秒杀卡已经使用 赵放首先打开的是战神图路 这似乎是一部类似功法秘籍之类的存在 但令赵放失望的是 这并不是完整品 而是残缺品 整个战神图路 只有一幅画面 剩余页面 全部都是空白 其上的画卷 明显被人撕掉 赵放微微皱眉 不过 他的目光 还是落在那仅有的一张的图卷上 当赵放心神沉浸其中后 他便发现了一丝端倪 其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心神一动 沉入画卷世界内 片刻后 赵放睁开双眼 眼中闪过一抹神采 战气 这幅画卷中 记录的并不能算作是功法秘籍之类的东西 而是另一种存在 凝聚战气载体 交战之际 直接以战气摧毁对手战心 从内心瓦解对手斗志 这种手法 赵放不是第一次见到 事实上 他身上还有另一种气势 那就是融合雪玲珑雪脉 莫得的杀戮争议 每道杀戮之气 都有威胁到武神级强者的威力 一万道杀戮之气其出 普天之下 谁人能挡 战气的使用手法 与杀戮之气有些类似 但相对于杀戮之气 他明显叙色不少 不过 这毕竟只是战神屠戮的 第一幅画卷 谁也不知道 其后画卷 又蕴含着什么手段 有意思 真是没有想到 林轩竟然还拥有此物 他哪里知道 这战神屠戮 是战神殿的镇祖宝物 一直以来 都是背数之高阁 若非林轩刚突破到他虚境 获得阻老云准 参戮战神屠戮 后来 却又意外来到此处 赵放也不能得到此物 此物暂且收着 说不定以后会有大用 说着之际 赵放目光扫过那五件神器 一把刀一把剑 还有三件辅助类神器 赵放有战神套装 这些神器 他自然看不上 收起后 准备择日送给 子善男公灵二女防身 接下来是虚人石 这是一种蕴含着 极精纯力量的精石 其内力量散发的波动 与林轩身上的原力 极为相似 不过 精石中蕴含的力量 要比林轩体内的更加精纯 才一百块虚人石 真是穷鬼 冷亨间 赵放打开了 荒域隐式势力分布图 只是略微扫了几眼后 他嘴角力时浮现出一抹冷笑 难怪从未听说过这几个势力 原来是类似于武行虚界的存在 这四大隐式势力 虽然属于荒域 却并不在荒域之中 而是在四个不同的虚界内 那虚界的等级 略高于武行虚界 四大隐式势力属于五等势力 最强者约魔是他虚五星 这种实力的话 赵放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虽说他如今修为 距离他虚五星 仍有不小差距 但不要忘了 套装附带的技能战神一击 可是拥有越阶秒杀的之力 只是冷却期 月有息涨了